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这个刚刚醒来 我要跟各位观众聊聊天了 非常感谢 我刚刚醒来 我准备去买个菜 不是买个菜啊 是去超市买点东西 啊 我在躺在床上 我看了看手机 然后呢 我发现有观众联系我 观众朋友联系我 我 基本上我的观众是五大洲 而且还有海员在海上飘的 在海 哎呦 我的天呐 这汽车也太靠近我这个 我这个就是车头了吧 太近了 我看大概只有 没有这么这么近 太厉害了 这驾驶技术可以啊 有海员 我的观众里面有海员啊 有这个 在海上到处飘 海上是可以上网的 可以上网的 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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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个海员呢 别的不担心 就是担心回家戴绿帽 哎呀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你要这么反思 你至少还有绿帽带 有多少人 那么连老婆都没有 对不对 你反思 你要那个有对比 你这许多事情你都要对比 你不要一天说 哎呀 今天我挣到一千块 哎 你一天看 哎呀 不行啦 你要想一想 还有挣八百的呢 你要把我往上看 我说 那挣一百万了 那你永远废了 没法弄 关键还是要看对比 我现在我也理解为什么五毛粉红 他这个有幸福感啊 因为人家对比的都是 你看看一说什么中国 哎呀 要自由 要民主 五毛粉红就跟你讲 你看看伊达克 看看修尼亚 那些国家乱了 都乱了 利比亚 对不对 你再看什么非洲 啊 你看我们中国多好 我现在明白了 实际上呢 他呢 跟我们也差不多 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对比的对象啊 都是美国 啊 加拿大 嘛 欧洲 西欧啊 啊 还有日本 澳大利亚 我们都是要跟这些国家对比 对不对 他们呢 都要跟中东呢 什么 虚尼亚 伊拉克 伊朗 还有那个 就是埃及 野门 还有非洲那些国家 就都要跟这些国家比 能不能进步一点啊 你考五十九分的 能不能跟那六十分的稍微看看齐呢 你真的是 你稍微努力一把呢 这个地球上看病要钱呢 据说大概就十几个国家 这个地球上有户籍制度的 大概几个国家 就中国 朝鲜 还有非洲什么 贝宁什么国家 哎呀 真的是 我发现我这个观众啊 也是真的才华很异 刚刚跟我联系的这一位朋友啊 你看人家这歌唱的 你看人家这歌啊 他还有一个抖音 这琴也是人家弹的 你看人家这开头 这 这 这已经正主了 我的天 这琴 咔咔咔一弄 真典易 真典易主 他说什么 能玩得了音乐的底层也 能玩得了音乐的也不是一般底层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 音乐艺术 基本上 就绝对不是一般人了 能玩这个的绝对不是一般人 你像大学里面啊 你就发现啊 学那些艺术的基本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尤其是在美国啊 艺术啊 就是家庭条件还是可以的 然后你再看那些学功课的 那就是家庭条件 还好像还就是说有一点欠缺吧 当然家庭条件更差了 那就大学都都都没上了 美国的大学是一般人 不过一般的家庭还真的是负担不了 一般的 学费太贵了 美国的大学学费太贵了 而且美国的大学 你如果学的则是一般的大学 那出来那跟没有上那个一般 没有上大学的差距也不是很大 是不是 除非你上名牌的 真的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啊 我跟我那个 那外国人还是在美国上大学 还是有用了 因为你外国人你上大学期间 你可以遇到你的建立你的朋友圈 你可以建立你的这个 相当于世界观吧 或者说学习语言啊 文化啊 社会背景啊等等加强 因为你要跟那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那说实在是上个大学 普通的大学也没多大用 college那更更没什么意思 那个我 我之前的一个社友他上了college 好像没上完嘛 直接就不不念了 另外还有一个ABC 六七岁广东人嘛 就来美国了 他也是上了那个college 就没意思 就上完第一年 直接就不读了 就ok了 就不知道啥了 不去了 没意思 真的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说这语言呢 什么都不需要适应了 全会的 全是母语 中国话都不会讲的 你上了完也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 算了算了 但是如果你上这个我也要讲啊 一个逻辑能力 一个逻辑推你能力 比如说美国的大学什么好 什么专业好 什么专业抢手 有人急呢 说那我去学校里面一个个采访问一下 你采访这干嘛 你能问多少个 你最多问一百个吧 我告诉你 你打开网站 查一下美国学校里面各个学院那个收费 各个专业的收费 收费 收费高了 绝对就是好的 比如啊 学会化了 学油化了 那你看看那学费 那看完你就觉得投胎投错了 你要再看什么 还有一个叫医生 医学院 法学院 这么说 应该说按家庭背景来看啊 我觉得平均而言 大概学艺术的那是应该是到底了 或者哲学啊 基本上不是富奥赖就富三代 在美国能学什么这些艺术 或者或者说哲学什么玩意 这些空洞的 就这辈子就没想过打工 这辈子就跟打工就绝缘了 然后呢 大概就是医生律师 也算是家庭条件非常好 就能读这两个专业 那学费 你再看那学费 看完之后 你基本你也觉得 伤心欲绝 就差距太大了 差了几代 基本就是医生和律师 剩下的我觉得可能就是 剩下剩下的就是一般的吧 一般剩下的是那个高IT 也是还可以的 叫CS CS也是蛮好的 叫Steam还有什么玩意儿 这些都是普通人学的话能改变人生的 就出来之后收入都是还可以就可以挣钱的嘛 基本上出来之后就是挣钱给那些学艺术的打工吧 我现在也在反思 我说他妈的 这个赚钱赚不赚钱 跟着上个大学学什么专业 有关系嘛 你不要跟我说有关系 说那学医生的那 我跟你说那学艺术的出来了 他就他就赚钱 他赚的比你多了 就有的人都不上大学 他也赚钱 为什么 投胎投得好 投胎投得好 你总在想着怎样在起跑线 跑得更快 提前起步 有的人已经身在终点 这东西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你总在想着怎样培养你的才华 那有的人 天生就是有才 比如说 贝多芬 贝多芬那个贝多芬是有一个叫钢琴曲啊 什么 还有一个叫欢乐颂 欢乐颂 今天好像是德国的国歌 还是欧盟的国歌 欢乐颂 哎呀 这他这个钢琴曲不是说就三五分钟啊 他大概很长时间了 他写了一个谱子 那是很长时间 他就像你要听了 听了 听着就简直就高潮了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这样 英雄交相曲 我怎么知道他是英雄交相曲 我有一天 我就电脑 在那放 就音乐吧 就随便放吧 自动播放 我一听 我又听到那歌 精神一抖手 卧槽 这个歌曲从来没听过 一看是人家贝多芬的英雄交相曲 那个气势啊 那个就整个就是 就跟打机械的 痛痛痛 我把那个形容成 贝多芬的音乐 那个感觉更像那个时代的交相乐 那个时代的摇滚乐 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时代的摇滚乐 你看完那个 你听完那个 你再看中国的 澳湖 古增 还没没法没法看 这不是文明 这就是文明的差距 是文明跟野蛮的差距 啥玩意儿啊 包括什么什么 马头琴好像啥玩意儿 应该也是蒙古族的吧 首先我对你第三世界 今天我前几天啊 还有人跟他辩论的 说中国的汉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 藏族 说什么民族文化 包括那个东北的 满族 还中国各个民族 哈萨克 包括亚洲各地吧 印度民族多了去了 全是废物 你啥音乐呀 你能听吗 啊 能看吗 你跟那妈西方的 你跟美国的这个 能比吗 啊 你看完我跟你说 你看完西方的 对吧 看完西方的那种舞台剧 你在听完西方的音乐 你跟我说 你还想听那妈的中国的 还是不管是蒙古族 维吾尔族 还是藏族 还是什么蒙古的 还是哈萨克 汉族 苗族 或者印度的什么 或者阿拉伯的什么 或者非洲的 你要跟我说 你还想听 那你他妈真的是第三世界的 从骨子里面就是第三世界 我告诉你 你要他妈那家伙还 那你还想听 没办法 我看那个录像 看那个演唱会 麦克 杰克逊 还有什么 雷迪嘎嘎的 包括歌曲 就有一个火星歌 还啥的 你看完那个MV 你在他妈 就那个演唱会 你看完了 那他妈 那不叫文明的 他就那是文明跟野蛮 你说白了 你就是利等的文明 就不叫利等文明 你利等文明都不算 你就是野蛮 第三世界就是野蛮 我告诉你 哪怕是日本的 我告诉你 日本的传统音乐 你听了 你也不想听 我日本的那个叫人剧 就跟那个鬼的那 那鬼面 就那个 你都妈看完了 你都不想看 我跟你说 日本这么 日本算是整个 亚非拉的顶点了 你那玩意看完 真的就你就不想看了 说日本什么流行音乐 那都是在西方的这种 他们的那种乐器 包括节奏感 包括那个韵律 全部都是西方的嘛 打踢乐器啊 包括普质啊 对不对 你那真的传统啊 那没法听 我跟你说 真的是没法听 日本人说在的 你包括了服装 发型 你看那五字 那能看吗 那你一看就是第一种文明的 包括那个 看日本女性穿的和服 还稍微还可以 绘画 日本那个绘画 跟西方的绘画 也没法比 你看完了 那你妈的 真的 你看完西方的 包括雕塑 西方的绘画 雕塑 这就反映出 之前我一个人 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吧 里面讲 还是中国一个老师 好像也讲过 就是 艺术这个能力 是一个民族的能力 你不要看什么科学家 你不要看德国 什么爱因斯坦 也什么什么人都有了 那德国他妈 奥战杀了多少人呢 你也不要看技术 你也不要看什么 什么那个就是 怎么的怎么的的 你就看他的 这个国家的艺术 艺术水平 你不要看文学 文学 俄罗斯文学也还行 那万一能行呢 你就要看艺术 你看完了艺术 那西方的这个 哎呀 没法比 差就太大了 之前我看过一 我看过一个绘画 我在我高中还初中 高中吧 我看过那个 就这个造型 呐喊那个那个 我看完 我还没有看过原作 我看的是那个插图 我看完 我就觉得身在第三世界 真他妈是倒霉 你跟人家那怎么比 就是你中国的绘画给我 全扔的 充分反映出第三世界的低人水平 怪不得日本要为什么要脱亚入欧啊 我现在就发现 日本的那个福泽玉籍那是大智慧 真的是大智慧 脱亚入欧 不能跟你朝鲜半岛 跟你中国 在跟你他妈的什么中东非洲的帮鬼 这帮我妈蛋混了 说白的就这意思 就不能跟你们这帮人混 他必须要跟欧洲看齐 说白的就这样 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个废物 就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你们就是个废物 就没法比较 福泽玉籍 真的一百多年前 这位老哥写的这个脱亚论 真的是 高瞻远逐 高瞻远逐 要脱亚 真的 哎呀 什么叫差距啊 中国人想着脱资 人家日本人一百多年前 就你那脱亚了 这真的是差距 这中国人你看脱资脱资 现在这网上脱资还属于那个少数 都不敢讲 哎呀 少数中的少数 这你骂人家日本 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 直接脱亚 你还啥子呢 还还他妈印度 整个亚都去脱了 我告诉你 现在必须要脱亚入美了 现在必须入美 我跟你说 这欧洲我看也不行了 拜拜